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2月31日 大家都知道 之前的也是 播出了一个影片 其实有搞笑 因为影片里面 有个叫安诺的人 就说自己怎样找不到工 但是你是一个两男 如果你找一个人 他的英文不是很流利畅通的 似乎那些洋人就看不明白 你的新闻 他的sky news 结果看不明白 我不明白的就是 sky news 他那个新闻 那个target的audience 那些对象是哪个 但是都有说服力的 因为如果你英文这么好 他都没有东西做 那你英文不好那些就更加麻烦了 就是这么想 但是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了 去面包厂啊 去那些 随便那些工厂啊 收拾一下东西各样 都已经够搵食了 所以他可能特别啦 他一定要住伦敦 还说10万元加财 那么少啊 带过去 那10万元其实 都有啊 有些backpacker 随便几万已经过去 即时落地找工 总之人家要人就会请的啦 碎项这些东西再量度的 那今集 啊 讲三样东西啦 第一样就是这个sky news那单啦 第二样 啊 就是讲下英国生活 第三样 和大家可能很有关系 啊 就讲下转飞 希望转飞还有啊 亲身的经历 是其他人亲身经历应该这么说 那你见到几幸福 啊 他们整个家人坐了飞机去 我都是转载的而已 那sky news 那个enlock 啊 就是啦 他如果英文好的时候 那可能他target的对象就是那些英文好的人啦 啊 他们会觉得 咦 那个人 那些英文都流利哦 但是竟然都找不到东西做 那是不是自己都害怕的呀 然后 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呢 sky news那单新闻 跟着啊 就有香港的传媒 去引用各样了 我想他是想达到这个目的啦 从而啊 啊 就 就是你知道啦 现在的媒体连立场都没有了 立场其中一样东西 可能他们非常不喜欢 那就是他有报道一下香港人 在这个英国的生活 当然是十分舒适各样啦 那所以 啊 可能就触碰到红线了 又 尤其 那因为就是sky news的反宣传 那怎么可以的 他要塑造一个形象 就是那些人 啊 去到英国各样啊 就非常找不到东西做啊 又人生路不熟啊 吝走他乡的故事 啊 又来一次中警徽 你猜现在1997年啦 97之前啊 那些人都不断走啦 那些人又远见啦 你见到89年是这样的款 那今时今日都是这样的款 而已 但时至今日 啊 那个 阻碍 又降低了很多呢 以往 你没有那些Google啊 各样的帮手的嘛 那正如我之前话头 啊 你有Google Translate嘛 又有那么多香港人互相帮忙 就算不是香港人互相帮忙的 啊 你走去 那些洋人 他们都很乐意帮助 对香港人的态度也十分友善 那你说那些华人老板各样 我不清楚啦 他们可能是大清朝那时流落来的嘛 可能跟这个总书记十分好谈呢 中国始终要有皇帝 啊 东方三合那些啊 是吧 那话说 景保抵达了这个曼切斯特之后呢 啊 他真是好彩啊 我说的好彩 啊 就不是什么立场新闻事件 我说的好彩是郭泰停了机啊 大哥 差那几天就差那几天啦 这个才是真正的好彩啊 那我不是全部看完 啊 但是他当中呢 有些话题 我想回 咦 又是哦 我都没什么留意 都是敢吃啊 都是敢睡 都是敢 生活 和香港生活的不同就是 就是 房子大一点咯 反而 香港 啊 在这个时候啊 我会觉得冷的咯 但是这里一点都不觉得冷 是那几天 啊 因为那几天呢 他吹正大风的 虽然 你是有暖气的 那但由于他大风的关系呢 他不停吹那些风进来 那结果 你那些暖气都被他吹散了的 所以那几天就会冷一点 这点呢 啊 我写了入生活日记里面 迟下 啊 就想一下怎么去处理这件事 你没理由的嘛 那有台风各样来的时候 啊 那不是很高昂的电费 啊 所以这件事要处理一番的 那影保讲到的就是啊 哎 他说去到英国吃完东西各样 那些腸胃啊 原本以前不吃得那些东西啊 吃完之后 哎 没有不适感哦 那我想回又是哦 就是香港呢 就那些华人餐馆各样的嘛 于是乎 高糖高盐 那些油又落到鬼死那么多 那然后啊 不停炒 不停炒 那就用那些油香 那就尝试去掩盖那些食物的质品啊 就是如果你食物本身那些新鲜啊 质品好啊 那不需要不停炒那些味的嘛 所以啊 他问一个问题 就是香港那些食物质素啊 水源的质素 就是那些东江水啊嘛 那迟下级不值啦 怎么会给好水你喝啊 应该这样去想 那还有那些空气啊 就是台山来的空气 可能真的有点东西的哦 那但是这件事呢 其实啊 就拉回云 为什么啊 因为英国那边呢 就的而且确交通没有那么方便 那这点要承认啊 你没得说的 我那天在West Midland那一头 哇 他的火车等了我整三个小时都没到 虽然这个不是经常性事件啊 都经常性的啦 那个月经常性 不停炒 那原因 他就说是因为 就是经过这么久 英国这年半呢 被杂事变变变 搞到天翻地覆 于是 他们对于那些火车司机 那个training就慢了 所以不够司机啊 幸好的 我不是等三个小时之后等到车啊 是他有那些什么直通巴在那里接载 那为什么说拉回云呢 因为英国那头呢 那个医疗 你没那么方便啊 那些人没那么快 啊 就车到过去的哦 那结果 就可能会延误了就医啦 那但是同时间 你需要就医的那个 机率 又降低了很多呢 为什么啊 食材新鲜 食水新鲜 你注意保养的 啊 我是比较上偏中医那一套的 如果你讲养生 那小医都不会养生的 他就是叫你吃维他命的 那当然都要啦 那所以其实 那个医疗成本开支 啊 又会降低了不少的哦 那教育就真的没得给了 你香港那些共产教育来的了 迟下 那我建议当然就是呢 你没办法的 你到底是想个父母 就是我想起就是一个大妻妇 啊 那然后他要讨判啦 那接着就问个阿爸 喂不行哦 那你是要保住个妈妈 还是保住个孩子 你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啊 如果你不训练到那些 小龙哥 井井有条 啊 符合国家的概念 由娃娃 啊 抓起 这样的话 以后呢 他们是很难啦 可以 適应到这个社会 那所以其实 你如果 站在娃娃的立场呢 你是应该教到他们 搜集父母 啊 那个 他有没有使用到外国的货品啊 有没有慶祝圣诞节啊 就是每年 啊 就 记录这些事项 那然后一旦有什么事呢 啊 就去举报一番 你应该教那些小龙仔这样 才可以提高他们的那个生存力的 那这些就叫做保住个孩子咯 最近那单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有人说 苏惠德 他那个心臟 就已经换到了嘛 当然霸尖的啦 也当然啦 啊 源头不明的啦 那但是换到又如何 他保住一个这样的人 保住个面子的而已嘛 他经过这回事啊 你觉得他恢复到正常吗 又不知道要个什么人回来 Anyway 你不保住个孩子 要保住个父母 那到最后 啊 那个孩子 就是我当他大学毕业各样 喂 你们那些共产课程来的而已 那到时怎么办啊 再加上啊 他现在在商讨着嘛 在内地就可以走过来 啊 香港那里执业 各样 我不是在讲医护啊 我是在讲全部 全方位很多的不同职业 那你怎样跟他竞争呢 人家懂得去举报啊 你就不懂 是不是啊 我想而知 好了 那说回正题 这里我照引述啊 嗯 由于早前买的银行啊 被人cancel了 所以临急临忙要买个机票 中途想买维珍 怎知维珍都cancel了 所以呢 哎 别搞了 如果国泰都cancel了 就是什么呢 所以今次是转机 这家人转机呢 是买这个亚联油啊 那就 亚联油 飞12个钟 咦 那都不是好什么 你英航都要飞十几个钟啦 但是中间呢 飞了12个钟而已 我不知道他用不需要等呢 他就说 那就会去到这个曼谷那里下机 不是哦 他说不用下机哦 一辆飞机去到曼谷就会转的 然后就去杜拜 那在机场那里要等4个钟 然后再飞8个钟 就去伦敦 总共的航程24个钟 不是哦 不对了哦 英航十几个钟了 那时候 原来他是要飞24个钟的 哇 厉害啊 但是 这家人不知为什么啊 他说个人来说是喜欢这样飞的 那他罗列了几点 第一 他就说好便宜 好便宜 同样都是 坐Business那么舒服哦 哎呀 怪不得他喜欢这样飞啦 你试试坐经济客仓啊 他坐Business 那就四分之一价钱而已 转机的话 那去到Bangkot的时候呢 整家包机禁制哦 空姐好有空跟他们拍照啊 那还有分段式去英国呢 那小朋友就容易处理 有得坐这个A380啊 他说是做了个bucket list 说似是此身无陷的款哦 那商务位去到的时候 包机场接送 当然要价钱啊 这些有范围限制的 18件行李 1加4口 哇 每人4件啊 可能小个英航都是带3件而已哦 那三架Bangkot说这么厉害啊 都要18件 他花了多少钱啊 他没说多少钱啊 不好意思 那我想这个都不计价钱的啦 1加4口去 那你不要坐Business 坐经济客机的 我想转机都会便宜一些的 阿联游啊 是不是Takata 卡达尔航空的嘛 搬家档那样款 行李商务机位啊 那最高可以装40kg 那厉害 那时候英航23kg而已 那他自己每件装到32kg 最多就10件那样 那他收尾那句呢 他重要事情说三次 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是 一家人来到英国啦 那又是 就算商务机位什么都好 你有多个钱的 一身人一次 应该一次啦是吧 不回去的了嘛 那都值得的 那至少有这个转机的成功案例啊 我又贴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这样 好今天说到这里